說實話 今天看看有沒有超級留言 是啊 今天是甚麼日子 今天是3月12號 為甚麼要超級留言 3月12號也可以有 OK 3月12號是我結婚週年 不關超級留言的事 就超級留言 OK 即是劫造人情 OK 好了 剛才也有五毛他擦一場 給蘇聯邦點看看 羅宋湯真的燒兩驚人 我看款式 應該最多我賣星期一就沒有了 因為今天也賣了一半 OK 明天來拿蠔的朋友 順便可以賣羅宋湯 以及跟我們其他產品 是吧 我剛剛搬完屋 本來這次 其實這次搬屋真的輕鬆很多 比我上次 因為我是採用一種新的服務 也不是新的 即是以前不懂 通常我們搬屋怎樣呢 就叫一家搬屋公司上來報價 嗯 他看了那麼多東西 OK 然後你要多少個盒 他就包多少個盒給你 又或者你不夠紙盒 再給紙盒 於是你就要把所有東西 等你來搬 搬完又要收拾東西出來 很辛苦的 嗯 那麼這次搬屋呢 基本上我呢 就是 叫他 喂 我叫我老婆搞的當然 你們給我還原 因為這次我只不過是在同一座大廈 其實是同一座 同一個單位 樓上樓下 即是我現在就搬了 搬高的 金箱 幾層樓 OK 非常難得 所以我現在精力勃勃 整個心思 就是看看怎樣 將今年的生意 在這個低潮下 做好一些 那麼 阿正要選擇性出去 做多一些 一些我們都要商量一下 怎樣的報導 做好這個台 希望呢 我們的聲音可以繼續維持 有免於被捕 這一條紅線很難的 那麼我就 搬上去 找一間搬屋公司 因為是同一個單位 其實就容易搞的 基本上上來拍照 就照收拾一些東西上去 是 OK 這樣 就結束了 很簡單 所以我的 累度就 不是那麼高 你說 都是有些事情要做的 你始終搬屋就好 好了 誰知道終於出現了一個問題 是 就是什麼問題呢 我本身在家裡的樓下 就是我舊屋 我掛了一個電視 55吋的電視 就上一幅牆 但是新屋那裡 它有個傢俬 就不給拆 其實也很漂亮 就是裝飾 就是裝飾牆 那塊木板 空心的 那塊木板很薄 變成我一定不可以掛電視上去 不然 那塊木板 那塊木板 好像ESPN那樣 廣哥阿邦 整個後面的電視 扎了下來 廣播 立刻這樣 那幾個哥哥就跟我說 現在跟你做都沒有問題 阿馬先生 他說但是 其實我猜到 因為你慢慢扯 螺絲又收不到 到複牆 是 是 他說你有沒有腳架 但是我本身的電視有腳架 我扔了就好了 那怎麼解決呢 我說這樣 好 你現在給我裝進房 我房子沒有電視 因為我老婆一直不裝 你給我裝進房 那這個怎麼辦 我立刻出去買電視 因為我就借機買電視 結果買了一個SIMSON 是 4K 65吋 再買大10吋 有很多東西 智能電視 Smart TV 那是7000元 其實 我這個是2019年款 我還可以買 我想問再好一點 哥哥又認得我 他說不是 你這樣 其實不用了 這個叫做2020年款 就一倍左右 13000元 不用了 我看一看 其實我也分辨不了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你 其實我真的分辨不了 還要靚一點 不靚一點 我真的不懂 就試試試試看 好了 於是就裝了一部電視 那沒問題 不關公司的事 但是因為這樣 我就還原不了 他和我 因為沒有電視 我今天剛才給我看電視 我的電視裝了 我一想起 我要駁回 那個Soundbar 我駁回那部 V PS V PS2 然後他有甚麼 Lao TVB 賣TVB Super Sweetie TV 我只想起那些東西 我都在爬底 那些線 我現在真是 頭尺度 所以我這幾天 其實 我老婆說你不玩 我本來是屋成年 我是不玩的 我告訴你 我是一定不玩的 但是你見我弄這些東西 就知道 我是 好像我現在天天都在 煩惱 那個雪櫃 怎麽樣是磨了 你想想 我是好想執著這些東西 就硬是不做 我就不想安樂 好了 那這間 這是我的性格 但是 有時 我對人這麽不好 或者這麽吵也好 我又覺得 都是好事來的 因為我很深信一件事 好人通常都會出事的 做老闆 做生意 譬如那些伙計說 他王老闆真是很好的 他 他說什麽 多數都會出事的 是的 真是很嚴重的 好了 我不是說 我成功 或者什麽 不過 做事做好些 是吧 我的制裁在這麽 例如林康正 他喜歡做報道的 就會做好些 這是你對自己的事業 或者自己做人的 基礎態度 你自己能夠控制到的東西 控制不到就沒辦法了 你自己的大形勢 原來講句話被抓了 那是沒辦法的 但是你如果能夠控制到 你也不控制好些 就真的對不起自己 到時你抓了東西失敗 因為我們失敗的機會太多了 做任何事情 你就會有很多事情要控制 那時我 不不不不 現在你做盡了都失敗 有時就沒有辦法 這個世界上 是 對不對 做實事 實事求是 你就贏得別人尊重 你以為 你自己一邊說 惡是可以的 這個世界就容易了 是 你怎麽樣簡單 好了 那天有五個年輕人上來搬屋 首先態度很好 剛才搬了兩個櫃上來 態度很好 第二 當他們一看到 我家裏有些飾物 我想他們能夠明白 就知道我是什麽人 原來有一個人也有看我們的節目 但是其他人都不知道 最後才說 其他四個都不知道 但是做事真的做得其理 那他們是怎麽樣呢 進到他們的房子 逐個櫃桶 逐個廚房 你想想也不容易 逐個廚房打開了 逐個櫃 逐一格拍完 他們分配好 我也是經了市場一次 我看別人怎麽做事 你負責廚房 我負責這個房子 我的房子 你的廁所 全部拍了 拿了 copy 搬東西 這次比較好 我說其實你直接搬上去就可以了 不用裝箱 他說不行的 擔心這些東西 可能他們有經驗 始終有時候 你無謂節省一陣 你這樣用手夾著六宗東西 你也很辛苦 找個箱子裝好 中間又放了東西 上去 收拾好東西 搬東西上去 然後逐間還原 基本上一模一樣 所以他 把照片拍出來 因為我的房子是木地板 現在是磚地板 他再拍照前後 如果不是那個地板 根本看不到是搬了屋 所以做得很好 是電視 那裡不關他事 他沒有電視 他想和我還原都不行 如果不是他會和我駁那些線 而且我看他們都是駁得漂亮的 你不用理會 譬如 你知道我很嚴謹 我真的很嚴謹 我是不連線都不見到的 肯東一定怎樣收起來 找一部機遮出去 我覺得如果我有部電視 他們都會做到 而他收了多少錢 聽著 是 早上9點 駕駛車 五個人來 沒有人吃飯 中間 做到4點 哇 平時搬家兩三個小時 是啊 11 12 12 12 13 4 做到4點 7個小時 6800元 哇 這麼便宜 不是這樣 我就省了很大比例的錢 他們是我的事 他不省的都沒有要求 我覺得他很棒 而且最重要 他們是紅色的 我沒有特別找藍黃的 在這些情況 是 我叫我太太找一間 我太太就說 有個同事 介紹他 說這間挺好 年輕人 是 我老婆打他 他因為說現在疫情就不上來看了 我老婆拍了一些照片給他 接著他就報價 OK 訂也沒有收 可能因為朋友介紹 我覺得 他是年輕人 真的年輕人 我二十多歲 其實我看到 我都很欣賞 因為 態度好 五個都態度好 你知道有些緊有些在 你知道 對人家有些氣口 我看他們五個都轉動 是吧 而且他一看到我那個 我那個姿勢 就是我有個公仔 是 是 他就立刻 嗯 很聰明 嗯 OK 我覺得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這間東西 很容易記名 叫做國徽搬運 是 這個人叫做國徽 那個老闆 OK 國徽 真的叫做國徽 不是 他叫做馮國徽 OK 我向他傳託 他叫我老婆 叫我講一下他 宣傳一下他 是 那我當然不會了 直至你搬上那兩個櫃上來 就先含必做這件事 嗯 OK 那 服務不錯 大家如果有 他搬屋 我問他生意好嗎 他最近是一般 嗯 他們搬移民那些多 是 因為他們除了搬屋 還有搬運 也有東西的 OK 那我不知道 是移民公司批給他們做 因為 你比如移民的 裝箱 我想別人包了 還是有些做不及的 喂 國徽你和我們 裝箱入倉 都不定的 嗯 你知道嗎 現在 我跟你說 移民生意搬運 那些真的很混亂 我們去馬來西亞 之前保羅那些 一個貨櫃是兩批 一批兩批 現在是六批 你可不可以 That is what happening in Hong Kong now 又要公道一點這樣說 龍門兵室 我沒去過 我想畢竟是茶餐廳的 嗯 你給50元 你就要求50元的東西 是合理的 如果你給50元 要求人家有100元的東西 那些就不合理 但是我綜合 我的朋友說 他連50元都不吃 譬如有些東西 未必是食物很差 譬如不夠熱 嗯 這些東西其實是可以改善到的 管理上 這是最重要的 你做一間餐廳 最重要是你的質素 你不用說其他東西 質素就是你的份 但是你好像 阿正介紹間 我現在不響名 點心譜 他們在旺角運到牆附近 我下去吃過 真的不想辦法 完全不想辦法 我都不明白他們怎麼會介紹 因為我不會說 但是他們說 不是的 我真的好了 那次我又再下去了 公道說 他又好了 原來他可以進步的 那你就要給他機會 但是如果我第二次下去 仍然是這樣 就不能說了 你原來是不能想的 我是不會盲撐的 但是 其實你也是說一句 你也不能要求 你會飛的 你一定是正常的 說真的口味 我試過這間餐廳 跟朋友吃飯 這間餐廳很好吃 一起去吃 然後一喝湯 混蛋 再喝一杯飲料 屌你老媽 哪一家 就是 不是黃藍的 他以前的時候 我朋友是這樣解釋 說好吃 叫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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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扒 吃怎樣 牛扒都可以煎得這麼難吃 湯就可以 但是他買的說是好吃 我又不敢跟朋友說 其實很難吃 是喝一杯茶 喝一杯湯 加上的 是連飯 都可以煮得難吃 這樣也可以 不是呀 我告訴你 但是有朋友 找到好吃 我又不好意思 我又難吃 你有沒有發覺 是 但是他又很好吃 你有沒有發覺有些人 真的是 垃圾口 真是 你有沒有 當然 其實我 不尷尷的吃東西 是 我甚麼都放得到口 但是我絕對 就是好不好吃 都有一餐 是 等於有些女兒 她說很好吃 我又覺得 女兒就很好吃 但是吃東西真的有一個基本要求 其實香港 真是很慘 我做過這行生意 出去吃飯 其實就真的被租賣到你們 有時沒辦法 你說為甚麼老店質素差了 因為東西貴了 進來的來貨貨了很多 你買不到東西 但是香港人都要負責任 自己本身做食客 譬如 我做餐廳 我今天 我餐廳 六樣東西 譬如有個焗飯 那時大米經常吵架人 焗豬炮飯 咦 飯要少許 要15分鐘 行 沒問題 吵你了 沒有三分鐘後吹狗你 你就熟了 你就知道 是呀 原來你是要吃那些吵你了 不肯定 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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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很糟糕 保持不了那些 但又不會太差 那就算OK了 好實就一定算不上 但亦未至於進不了口 OK 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六 我們是沒有節目的 星期六 還有那個講座 即是加拿大講座 剩下的位置不算多 下星期六的2時半 即是3月27日 不是下星期六 是下星期六 今天是12日 即是13日 下星期六 下星期六 所以 你們真的要把握時機 就不要想到 去到之前兩天 看看有沒有位置 這樣就糟糕了 加拿大的移民港座 59330829 Signal WhatsApp OK 好了 那 明天後日我們在這裏搬東西 回來就先收拾好牆 我只看到一些櫃子 這些東西 我都拋了頭 家裡的電視是不能接駁的 所以星期六 我練完結他 我都會早點回去 一定要搞定我的電視 否則 真的好想沒有 如果有些什麼 其實我想到一個辦法 我也覺得自己很聰明 是怎樣可以 弄到那個雪櫃一定不得 但是 真的很大功夫 我突然想 因為我們的定尖 那地台不平 你說找些東西 就行 但是因為是滾 最終一放到正 它一開門的時候 有一個扯力 那些雪櫃 我想到一個辦法 就找一塊板 然後裝幾粒 較高低的東西 就放在地上 買一個平水尺 先平 然後放一個雪櫃上去 應該這樣就解決了 變成整平了地下 但是我們想一下 我不是萬力王的 我不是巨力神 你弄完一塊板 放平 你怎麼放雪櫃上去呢 因為你不能夠推上去 不然就動了那塊板 好想多事情 你是不是 無論如何 撿好牆之後 我才有心思繼續 去營商 但是希望大家留意著 這幾天的焦點 就是羅宋湯 沒辦法了 明天來羅河的朋友 又是11點多鐘 其實 你不需要理會 因為水王上次通知2點後 其實就已經沒有這麼新鮮了 因為其實我11點後就來到手了 那 今天很多人竟然有 我賣了幾隻大鮑魚 其實我真的賣得便宜 你們兩個這麼大隻鮑魚 你們兩個都見過沒有 真的沒見過 1288 這麼大隻 那 仕佛吊場九大鬼 我現在不特別要你們訂 我會離大貨 因為我以後會藏貨 所以就上來買 現在我真的要介紹 零支包子我欺負了 但是今天我們沒有人去入閣 但是客人也不太介紹 我們用什麼 其實很介意 No way 我介意 我當然會 什麼 那麼最重要就是 我們那個海帶海椰花的染發數 那個效果真是很好 昨天我拿了一支 又讓我老婆用一下 它一次過未必令你黑了 但是你用兩三次就已經黑了 然後就不用用了 我跟你說 等到你的頭髮長出來白的 你才再用 就是不用天天用的 是的 以及有潤髮的效果 OK 那我買得便宜 我看回去 2800多日圓 我當作3000日圓 那也是要200日圓左右 那我就買回那個價格 差不多 但是我有水腳 我飛機寄過來 Made in Japan 希望大家 真的要好好地用 明天看看你們上來的時候 會不會有智利蟹的產品 是嗎 OK 那麼 龍蝦尾那些 我下星期為何這麼心急呢 我可能最遲星期一 就動了 我想好了之後 就動完所有的大隻佬 林康正你們全部 不過其實很快 不用那麼多人 就移了幾個櫃 我們一定要買一張桌子回來 以及買一些適當的工具 我們一定要用電腦 買一些厚一點的鍋子 因為 你當時懂得住 我亦都不是你們想到這麼想奔走的事 因為上次的鍋子太薄 令到我好像有點出醜 因為其實不是出醜 根本是夠鑊氣 其實做不到 但是問題是 我們沒有為意在那一刻會有鑊 你無理會爆火 那個鍋子也是用電鍋 怎麼會爆火呢 在上面這麼神奇的事 是吧 現在所有的鍋子真的不要節省 單料同鍋的意思 其實 近年你不是去吃盆菜嗎 他不是送了鍋子給你嗎 是呀 你說真的 可以送一個鍋子給你說是甚麼鍋子 所以為甚麼 通常要把鍋子給你 因為他肯定黏著火來接 當然 我們弄好了之後 除了我們 去賣我們的產品 於是我們要煮給大家看 當然 我是希望請不同的頻道上來 即是一顯身手 是吧 尤其是 這些比較圓勝的節目 我們請女嘉賓 是不是比較方便 是 是 無論是叫她上來吃東西還是煮東西 我們並無邪念 我們結婚 林康正是一個穩定的女朋友 但是有時候 我只有更邪的念 不是 我們認識多些朋友 交流多些 對於年輕女生的想法 對社會的看法 我們多一點了解 對於我們做節目也大有比憶 是這樣想的 至於你說 會不會出現一些甚麼 曖昧的感情 我就作為不亂 但別人要愛上我 我沒有辦法 我不會曖昧直接 你是直接的 譬如去約你去街 你會說 咦 去甚麼街 不是 譬如說 skip 阿正 skip去街這個步驟 阿正 今晚你吃東西 你就會像阿波 我們老友方哥那樣 你是否喜歡我 即是這樣的 於一正 他剛才跟我說話 他是不是喜歡我 他看著我就看著我 方哥 不過呢 剛才他看著我 他是不是喜歡我 不過是這麼說 你有沒有發覺 幾個女生 不是 他自從迷戀了現在這個女生以後 他對於其他女生跟他聊天 譬如以前 十三個跟他聊兩句話 他就會說 十三個是不是想追求我 他會這樣 他現在就不會了 他以前在街站 有些人過來聊天 是啊 不是跟他聊 是跟我聊 他說剛才那個女生 一直看著我是否喜歡我 但是 街站的人過來聊天 但是這樣說 你有沒有發覺 他自從 苦戀了這個女生以後 是 他在這方面 因為他真的挺專一的 他就少了這些反應 他經常都是想那個女生 是啊 瘋狂了 他真的很想專心 其實問心一句 我認同你 之前對一個評論 如果 那條女兒肯珍惜這個男生 他很幸福 那條女兒 你當人家是寶 人家當人家是鹹水草 你當人家是寶 OK